医生 医生 救救我的孩子 医生 姐姐 裴总说了 让你打掉这个孩子 他不会让你这样的女人 生下孩子进入陪家 不可能 不可能 我要见莫言 这大出血我也没办法呀 要不你还是听天由命吧 林言 你就安心 我会好好照顾莫言 裴总 姐姐说他对不起你 这个孩子不是你的 他要打掉孩子 跟自己的出力去国外 你 那么爱你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总裁好 这才是你们的总裁 总裁 这个合同 您看跟哪家公司合作 我觉得裴是 你自己看着办吧 这一个亿的小事 就别来烦我了 等等 我们 门主 有人求到了手下婶 希望您出生 他头部有血块 失去了剂 这种事 还是找医生嘛 你走吧 别打扰我和妈咪的生活 是 有两个优秀的宝贝 也是一种烦恼啊 妈咪 我们走吧 走 去给你们爹记的订婚宴 送上一份大礼 林家和裴家联姻 以后就是云城顶级父好了 以后还得多多照顾我们家呀 那是自然 要我说还是羽毛厉害 能得裴总毒宠 一般人啊 可没这个本事 谢谢 谢谢 对不起 你没长眼吗 弄坏了你赔得起吗 对不起 这块玉佩 我必须保护 陪莫言失忆了 靠着他 我才能冒充莫言记忆中的那个人 我们家羽毛 天生理智 又贤惠 那以后肯定是裴总的贤内助 妈 您都把我夸上天了 不过 以后 我肯定会好好照顾莫言的 这孩子 整个云虫都找不到几个 这人到底是什么身份啊 有些账 该好好算算 哈哈哈哈 来来来来来 干杯 来 林云 你不是 我没死 你很失望是不是 姐姐这是说的什么话 我听不懂 七年前 你联合医生对我不管不顾 可惜 我福大命大 这个贱人 为婚先月 把我们林家的脸都丢尽了 现在你还好意思回来 我不来 怎么给妹妹送订婚礼物呢 林云 这里不欢迎你 来人 打他给我赶上去 不许动我妈咪 你个小野总 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 小屁孩 你少在这儿 快来地方 我妈咪被欺负了 裴总 不好了 有人大闹订婚宴 知道 今天 我超过失去的记忆 是林云一直在照顾 我这还好 我对他做了一种距离感 小杂种 你是不是短剧看多了呀 在这儿演什么霸道 总裁的戏码 不需要演 我本来就是 我要让你付出代价 我倒要看看 你要让我付出什么代价 怎么 你也觉得这两个小杂种在说话 这样吧 你现在带着他们两个跪下向我道歉 我可以救你 小杂种 啊 啊 啊 闭嘴吧你 满嘴喷喷 小女 赶紧把你妹妹放开 啊 啊 孟爷来替我撑腰了 你当的临头了 看得很清楚 打的就是你 不过不少 五分钟 刚刚好 你个小东西 我们家里可是未来的陪府 等会陪总来 我看你怎么办 我劝你们善良点 他们可是国际散打冠军 陪总到 我为什么觉得他那么熟悉 莫言快来救我 我为什么觉得他那么熟悉 难道我之前认识你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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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噓 噓 我 我会对你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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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羽毛最清楚 林小姐 麻烦你好好说 好好说你个头 可理 爹地妈咪 你们也不能不要吵架 就不能像别的小朋友的父母一样 能爱爱吗 爹地 小朋友 我不是你的爹地 妹妹早就调查清楚了 你就是我们的爹地 姐姐 你怎么能教孩子乱认爹地呢 这不教会他们的 爹地真是惨 年纪轻轻 眼睛就瞎了 林莫爷 不认我这算了 连自己的亲骨肉都装作不认识 是渣男 我也想 莫爷 你别搭理他们了 估计是哪个野男人不要他们了 所以他就利用孩子 故意找一个有钱人做接牌侠 听说 我劝你还是赶紧找这两个孩子的亲生 如果他不想做自己 那他就真的不是 对 他不是个男人 连个人都算不上 你说什么呢你 妹妹 我现在在骂那个野男人呢 你激动个什么呀 难道你在心里 滚了我的定婚宴 马上给我滚出去 林小姐 你要是这样 渣男人 你竟敢这么对我妈咪说话 我要让你后悔 我改不意了 一个亿的合同我要亲自处理 现在取消和陪师的合作 一个亿的合同 你当这是过家家的游戏比 真是小死 陪总 不好了 一个亿的合同取消了 你说什么 你这小野猪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耐 我妹妹没有 难道你有 你 渣爹 你再敢欺负我妈咪 就不是失去一个亿项目这么简单了 小朋友 我再说一个 我不是你的爹 再者说 一个亿的比人事来说真的不错 听见没有姐姐 想紧带着这两个小杂种 回开 嘚瑟得太早了 你等着 哥哥 现在还不需要你这种身份的出手 看我的 三分钟 我要让林家的投资商 撤资 怎么 你这小兔崽子 演戏演商演的是不是 两分钟 林野 我劝你带着这两个小野猪赶紧滚出去 省得带着丢人心 三十秒 在提赖里面不走 别怪我叫人 把你们三个争出去 时间到 现在三分钟时间到了 这我们 根本是什么事 林总 合作商撤资了 这怎么可能 没什么不可能的 小兔崽子 只要你小妈咪道歉 我就可以考虑考虑 帮你一碗 莫言的身份何等尊贵 你让他跟林妍道歉 做梦 那就别怪我让裴氏破产了 小朋友 裴氏没有你想的那个罪 裴氏跟机前了吧 当当的公司刚设计过那时候 虽然目前财力胸口 要真实被抗起来 未必能生 而且会十分消耗精力 叮叮当当 我们今天来 是来送贺礼的 把礼物送到了 咱们就回家吧 这里乌烟瘴气的 让人心烦 都挺妈咪的 小贱人 骂谁婊子呢 说谁谁知道 你敢动我女儿 我和你拼命 我只是想什么 我警告你 如果你不想 那你就离她们远一点 我警告你啊 我只在乱我了 为什么不想 你为什么我心的 失去的记忆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居然敢打莫言 你是不是疯了 我们之前 是不是认识 裴总你别演了 这样子没意思 难道 我也归负记忆了 不行 我要阻止这个记忆 只能属于我 林爷 莫言是我的胃魂 你为什么故意倒到她的怀里 是不是想破坏我们的感情 我们可以谈谈吗 我对渣男没有兴趣 你们两个最好到死都不要分开 什么都去破坏别人 宝贝 我们走 赶紧走 傻子这暗影 黑总 天一门 回消息了 天一门怎么说 黑总 只要天一门珠肯出手 那你脑部的血块 就能移散 移散 你只能找个记忆 就可以有这种 七年前的到底发生了什么 之前求我出山的人是呆地 难怪呆地对妈咪这么冷淡 原来是失忆了 只要我治好呆地 他肯定能激起妈咪 妈咪 我还不能走 我要留下给爹地治病 治病 想 绝对不能让林爷 知道莫言失忆的事情 妈咪 那里头 就算莫言有病 也不需要你治 你怎么能推孩子呢 哪个孩子不是父母的心头肉 竟然知道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 为什么还要不认定 你可当的 他确实有病 不过那是精神病院的事 我们就不要管 林小姐 为什么对我有这么大的敌意 之前 究竟发生了什么 因为你是个彻头彻尾的渣男 莫言 你没事吧 林爷 你要搞清楚 这件究竟发生了什么 林爷 你是不是疯了 你怎么能这么对莫言呢 我妈咪才没有疯 爹地 你求我的事情 我答应了 我这就给你治病 真是太好笑 你说莫言求你治病 你当自己是谁啊 天一门主吗 你说对了 我哥哥就是天一门主 林爷 你教的孩子还真是好 两个撒谎 我才不是撒谎精 我这就证明给你看 你绝对不能让他靠我 谁知道这个小野主 在打什么伞 小野主 离莫言远点 我看你就是受林爷的指示 想要伤害莫言 你肩敢推定定 是又怎么样 谁知道还要对莫言做什么 札爹 你联合绿茶欺负我们 肯定会后悔的 你们联合起来欺负我 肯定会后悔的 自己和我也一样在他一起 连行为举止都和我小生 难道 他真是我的孩子 莫言 他们故意找茬 快说我们欺负他们 明明是你把鼎鼎推倒 还说我们找茬 我是害怕他们伤害莫言 我哥哥才不会伤害扎爹 他只是想你扎爹治病 你脑子里是浸了多少水 竟然看伤了这种无脑女人 个小贱人 我打死你 你不许欺负我妹妹 你故意推我 还有 你为什么 一直阻拦我 扎爹治病 到底按的是什么鞋 谁故意阻拦了 你颠倒黑白 冒充天一门主 谁知道你要对茬言做什么 你以后难不成 真不想我的病为之 行了 少说两句吧 宝贝 就算他确实有病 就让他病死好了 你们也不要管他 在这云城 能治好渣爹的病 只有我哥哥 真是有眼无助 不要后悔 我们才不会后悔 冒牌货 赶紧滚吧 只有治疗好渣爹 他和妈咪才能和好 我才不是茂牌货 我真能治好爹地 天一门主的身份 何等尊贵 也是你这个小屁孩 能冒充的吗 是啊 毛都没找提 竟敢冒充 非门主 要是让他老人家知道 肯定会连累我 小子 就拼他呀 何人仅带着你 这两个孽竹滚 我能不能放干净他 莫言 你怎么能说我呢 是他们欺负我呀 我才没欺负你呢 你这个坏女人 我要封杀你 封杀我 你以为自己是总裁呀 还有你 冒牌货一个 我今天就让你们看看 我到底是不是天一门主 别撤 门主生气了 必须五分钟之内赶到 你别说 学的还真像这么回事 哪儿学的呀 三 我看啊 他们就是在丢人现眼 二 八 把他们赶出去 一 都起来吧 谢门主 传闻天一门主很神秘 竟然是小孩子 我确实是你那一只心 别以为你找了几个演员 我就信了你的鬼话了 你爱信不信 什么演员 你给我闭嘴 你算什么东西 羽毛 怎么说话呢 我知道 你们收钱办事 我这里有一百 你们拿去 你告诉大家 林妍是怎么指使你 并没有人指使我 怎么 一百还些少啊 好 我再加一百 两百 总够了吧 真是岂有此理 妈 你给他们钱干嘛 他们冒充门主徒弟 迟早是要被处置的 只是 这事归根结底 是由林妍指使的 这回头门主大人 要是知道了 该不会牵连到咱们吧 臭表 居然敢看我们离去 看我们打死你 他良心发现了 沐妍 你怎么能帮外人呢 闹嘴 还嫌不够丢人吗 嗯 扎爹 我哥哥就是天衣门主 可以治好你的病 嗯 你治什么执念 再多说一句 你给我出去 爹地 那我开始了 承受不住 你就开口 好 丁丁 哥哥 哥哥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安排最顶尖的医生 给我哥哥治病 哦 莫言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丁丁 丁丁 妈咪 已经安排好医生了 我们走吧 好 你没事吧 莫言 我就说嘛 他们就是骗子 哼 动不动我就吐血 还假冒店主呢 就是 八成是有什么病 可别传染给莫言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 吵得我头疼 莫言 我不说了 那咱们这订婚仪式 我有些不舒服 丁丁 哎 哎 对 裴总不是狠宠一萌 你怎么这儿就走了 我看他 别传心 刚才你晓得了 裴总 是 我们遇到最少 听说这件事 狠宠一萌 李玄 你敢破坏我的 对婚姓 你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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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我的孩子 交给我们吧 我们会尽力的 啊 谢谢啊 妈妈 哥哥该不会被反伤了吧 你的意思是 裴梦也是故意的 哥哥 你为什么要妈咪去对接 我明明可以 让秘书去的 我是想给 爹地和妈咪制造机会 他们之间有误会 哼 大家都那么对妈咪了 你就不怕妈咪受欺负 妹妹 你和妈咪都误会了 其实爹地一点也不扎 啊 不听不听 我把你交 哎 裴总 负责人竟然是你 怎么 裴总觉得我不合适吗 看来我们的合作 也没什么必要谈了 既然是你 小调皮 你认真起来的样子 还挺帅的 到我之前 医生 丁丁到底怎么样了 怎么还没有醒过来 孩子没什么大碍 只是体内旧伤未愈 需要静养未愈 我知道了 谢谢医生 原来不是因为鼻毛 是我想多了 妈咪 你放心 哥哥不会有事的 是我不好 我没照顾好你们 我竟然都没有发现 丁丁有旧伤未愈 丁丁 妈咪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能治好 爹地 你都这样了 还想着给 炸爹治病呢 裴墨炎 他根本就没有病 他就是故意的 不想认我们 妈咪 对爹地的 误会 还是狠的 我现在还没办法 立刻帮爹地 清除血块 打通人多二脉 要让他们多接触才行 每个爹地就能想起妈咪了 妈咪 妹妹有个和爹地公司的合作 你去对接吧 让妹妹留下陪我就行 为什么要妈咪去对接 明明我自己去就行了 你自己去我怎么放心 算了 还是我陪你去吧 哎呀 好了好了 你呢 就好好休息 当当 照顾好哥哥 合作方负责员马上到 来了 是他 看到我们之前有合作过 陪莫言 你这个渣男 装得还真像不认识我 你 渣男 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你都有未婚妻了 还对我动手动脚的 这是我 想靠近他 确实不如想靠近你 抱歉 是我冒失 陪总平日里那么冷漠的一个人 竟然会给林小姐道歉 看来陪总真的很看重林小姐 林小姐坐 关于这个项目的前期对接工作 我们一定会做好 这个经理一定要放心 我到底在想什么 陪莫言这个渣男伤害我这么深 我为什么还会觉得他这么帅气 我 我来吧 莫言 我做了猪肚汤 你个贱人 又来勾引莫言 莫言 我才是你的未婚妻啊 我们只是在谈 妈咪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怎么来了 你竟敢欺负我妈咪 我要你好看 你怎么样我好看 刚才是被我轻轻一推就吐血 可见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而我可以救你 你之前还说能救莫言 结果却自己进了医院 我才不信你个鬼话 林林 既然他不信 你也不必多说 不是谁都理你的情的 妈咪 我没指望他领情 只是觉得他年纪轻轻 就这么没了 还是蛮可惜的 哥哥 他坏事做尽 上天估计看不下去了 才想着早点把他带走 我们就别多管闲事了 才不是多管闲事 我要让他来求我救他 逼他说出 七年前爹地妈咪分开的真相 他赶着去死 就让他去吧 我们走 别以为你们一唱一和 就能把我怎么样 我身体可好得很 我还有个灰 我 我 莫言 林言 老是因为你 莫言才会对我如此冷漠 给我等着 阿姨 好心提醒你哦 不能喝含有酒精的饮料 不能被重物撞击 这样会死得更快哦 你 走吧 不能喝带酒精的饮料 我不信还真能把自己喝死 我这不很好的吗 这 他说的 是真的 林小姐 医生 我这是怎么了 林语师 您刚晕倒在路边 被送到了我们这儿 难道被丁丁说中 我要死了 医生 我不会真的要死了吧 林语师 您的身体各样指标都很正常 数据显示您非常健康 短时间的话 应该不会死亡 我刚才真是闹不进水 竟然信了那个杂种的话 那你说和大蠢气干什么 吓死我了 医药费是我垫覆的 您能不能先把医药费转给我 我堂堂林家不差你这点钱 雨萌啊 你看看莫言有没有空 咱们一起吃个饭 我想知道 莫言对你们的婚事 到底如何打算呢 爸 我来安排 好 扎爹真是眼瞎 找那种女人当未婚妻 是啊 不过他们俩也真是绝配 省得出去祸害别人 哎 妈咪和妹妹 对扎爹的偏见还真是大了 看来想要爹地和妈咪和好 还真是认重到我呢 丁丁 你有什么想吃的 跟妈咪说 妈咪今天给你好好补一补 妈咪 我想喝粥 好呀 嗯 这附近刚好有一家粥店还不错 咱们出发 好耶 走 谢谢 来吧宝贝们 看看想吃什么 随便点啊 我要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好 姐姐也在啊 爹地 你也喜欢在这里吃饭啊 你乱叫什么 他才不是你的爹地 阿姨 你的脉象比之前更加紊乱 要是再动气震到五脏六腑 就会马上暴毙而亡 你闭嘴你这个小杂种 你胡说什么呢 你本来还有五天的时间 现在不消片刻就会出现皮肤泛红 一腔出血的症状 稍后你便会暴毙而亡 不过要是你能说出七年前的真相 我或许可以考虑救你一命 七年前什么真相 什么七年前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莫言 你看 他们诅咒我 况且你也没走 爹地 我没有诅咒他 我只是好心提醒 时间应该不多了 没什么你 你竟然诅咒我女儿 就是 你这个小杂种 敢诅咒我女儿 看我不打死 谁敢弄我儿子 我和他听命 够了 都少说两句 莫言 你怎么能向着外人说话 我才是你的未婚妻啊 你和一个孩子计较什么 丁丁看起来 不像是会说谎的样子 裴总 你的意思是 我们家雨萌 真的要死了 这真是可笑 这不可能 裴总 你不觉得能预测人生死 未免过于离谱了吧 我劝您呢 最好别被骗 确实如此 预测人生死 确实让人难以置信 我看 就是临眼搞出的诡计吧 爱信不信 反正要死的又不是我 阿姨 你的身上已经开始泛红了 羽毛 你的脖子 快看一下 你只剩三分钟了 不过是闻成丁咬 抓过以后皮肤就会泛红 有什么好稀奇的 还三分钟以后就会死 傻子才信 就是 小小年纪学什么不好 学骗人 撒谎惊一哥 我哥哥才没有撒谎 好了 等等 我们不跟他们一般见识 羽毛 孩子说了这么肯定 要不然你去医院检查一下 这样我们两人也能放心 爸 我刚从医院回来 那医生说我身体健康得很 别听他们瞎胡说 对 医生都说没问题 那肯定就是没问题 这个小兔崽子 还能比医生还深呢 还剩两分钟 你演的还真像那么回事 要不是我去医院检查过 这说不准 我还真就信了 上梁不正下梁歪 一个不三不四的女 怎么能交出来好孩子呢 不许你说我妈咪 我妈咪是全天下最好的女人 全天下最好的女人 未婚先孕 还私奔呢 还抛弃了 抛弃了什么 没什么 自然是抛弃了前男友了 可无命吗 借着这机会 我一定要会有人亲口 说出七年前的事 一分钟倒计时 你的鼻子马上就会流血 丁丁这么小 应该不会撒谎 小孩子会不会撒谎我不知道 那是体检报告单子 不会撒谎 阿姨 半分钟之内就会吐血身亡 要是你说出真相 我会马上救你 丁丁 丁丁说了 倒计时 十 九 丁丁 七年前你就换话连骗 现在你的孩子也跟你一样 说的 你说的 全是真的 凯 丁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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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在 你醒醒啊 你别吓妈呀 我起来 丁丁 我知道错了 求求你救救我 现在你知道我哥哥厉害了吧 晚了 早干嘛去了 只要你愿意救我 你要做什么我都愿意 真的做什么都可以 我说话算话 求求你救救我 我还不想死 我可以救你 但是你必须说出七年前 爹地妈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小贱人车波打击 就是想让莫运和林烟和好 不行不行算了 妈咪我们回家 不要 我答应你 羽毛你不能答应他呀 你 妈 你别说了 我自由打算 你只要你愿意救我 我就说出七年前的事 好了经脉已经通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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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有力气了 啊 妈 妈 我真的好了 啊 你现在可以说出七年前的真相了吧 啊 我跟林烟难道真的有过感情就可 啊 我跟林烟难道真的有过感情就可 啊 起动了发生了什么 想让我说出真相 七年前 当然是 林烟和野男人死奔 你你还敢狡辩 本来就是你 啊 啊 啊 我就知道你会耍赖 刚才运工给你疗伤的时候 并没有完全打通你堵塞的经脉 就都死吧 哼 妈咪我们走 林烟 你不准走 让丁丁救救你妹妹 难道 你只要看着你亲妹妹死在你面前吗 她都能看着我死 我为什么不能看着她去死 啊 啊 我做 七年前的雨燕 林烟 和 裴莫眼 Ses 七年前的李烟 李烟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呀 你 莫言 莫言 莫言你这是怎么了 莫言你没事吧 走走走 我们去医院 回去医院吧 走 莫言 丁丁 你今天也累了 我们先回家吧 好 不行 你还没有治好我 你不能走 你一时半会儿死不了 爹地什么时候知道真相 我就什么时候给你治病 莫言清醒了 我就告诉他真相 怎么能这么说 我给他炸了 这还差不多 妈咪 我想等爹地醒来再离开 好 医生 莫言他怎么样了 裴总你这没事了 只是 他已经背叛我了 看到他受伤 我怎么还是那么担心 这是什么 需要信仰为疑 切不可再受刺激 难道刚才爹地想起了什么 受到刺激才会晕倒 等莫言身体好点 我再告诉他真相 他现在不能受刺激 哎 好吧 爹地真没用 这点刺激都承受不住 林丁 裴总已经没事了 我们先回去吧 嗯 妈咪 我们回家吧 哎 记得你们答应给我治病的事啊 他好傻 你说 你是不是搞事情了 想不到他这么好骗 还以为自己随时会死 哎 我调皮鬼 好啊 果然是赵 我早就恢复了 啊 啊 啊 我想起来了 七年前 怀孕的时候我见过你 七年前你何止见过 我没有孩子 你全心全意爱 只是你后来变了心而已 裴总不必这样 有时间还是多关心未婚妻 以免被误 裴总听不懂人话吗 七年前的事情不会查清楚 带着孩子 也确实可以 我会帮你找到孩子的父亲 孩子的父亲 如果你不想再被打 现在滚圆的 我没别的意思 我只是想帮帮你而已 妈 你在气头上 妹妹你就别吐槽了 否则 你等我 你才在了 不需要 就算你们考虑自己 也考虑一下孩子 林磊鱼可是会感冒的 现在知道关心孩子 早死哪儿去了 你心为什么会这么热 林磊鱼都是你逼我的 我要让你身败名利 妈咪 你快接啊 我帮妹妹说 喂 你说什么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 七年前的真相吗 我就给你个机会 你到底来不来 好 我会准时的 我倒要看看 林磊鱼又耍什么花样 妈咪 谁的电话呀 没什么 妈咪今天有个同学会 同学会可是攀比的地方 妈咪一定要好好打扮一番 给我带来礼服和珠宝 立刻 马上 不用了 当当 妈妈穿这一绳就挺好的呀 而且那些礼服我也穿不习惯呢 妈咪去去就回 丁丁 你照顾好妹妹啊 嗯 妈咪 我一定会照顾好妹妹的 真乖 那走了啊 真不错啊 真是好久不见 羽毛 你来了 你现在的身份可是非比寻常啊 马上就要成为陪太太了 羽毛 等你以后发达了 可不要忘了我们这些好姐妹 那肯定呢 你好 你好 菜上齐了 菜上齐了 羽毛 你快尝尝合不合胃口啊 不着急 还有一位没当呢 还有一个 林妍 你还有脸来啊 那是比不上你有脸啊 那么高调秀恩爱 却跟别人撞老公了 你 那还比不上姐姐你啊 七年前跟人鬼混 生下孽种 现在又来勾引妹夫 七年前的事情 我清楚 你心里更清楚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七年前要不是你 我就不会背负上 跟男人私奔 偷生野种地骂你 姐姐 这些年你一直嫉妒我 什么都要抢我的 现在还要来诬陷我 当年勾三搭四 人尽皆知 现在居然还想愿望别人 就是 我要是你 早就带着两个孩子去跳河了 闭嘴 你们有什么资格 说我的孩子 算了吧 毕竟过去这么久 我们也没什么证据 当年的视频 都存在了优盘里 我一直以为丢了 想不到 你还一直保留着呀 玉萌 你这是干什么呀 这可是当年唯一的证据 她可是我的亲姐姐 我怎么忍心 玉萌 你就是太善良了 原来是红门宴 玉萌这么护着你 你居然还有脸 勾引她的未婚夫 林玉萌 能不能别装 你不嫌恶心 我还觉得恶心呢 你这个欺软趴硬的 见骨头 真不要脸 谁能比林玉萌 更不要脸 妈妈是小三上位 自己 更是知三当三 处心积虑的 勾引陪莫 你胡说 莫衍是喜欢我 才跟我订婚的 你急什么 陪莫衍既然这么喜欢你 她怎么还不娶你 这阿爹都那么欺负妈咪了 你为什么还要帮她 爹地是失去了记忆 不是故意让妈咪伤心的 你说什么 之前爹地找人 求到了我名下 说爹地失忆了 让我给她治病 只要血块清除 自然就会恢复记忆 那怎么才能让爹地 提前恢复记忆呢 受到足够的刺激 把脑部的淤血 全部排除 自然就会恢复 全部记忆了 林雨萌 一直阻拦你 给扎爹治病 这么说 都是那个林雨萌 搞的鬼 对 林雨萌这么坏 妈咪会不会 遇到危险 我故意让妈咪去的 只要爹地 受到了足够的刺激 一定能恢复记忆 我已经做好了 全部的准备 好好 走 我们去找妈咪 嗯 爹地 速来新月酒店 妈咪被欺负了 走 沐眼迟迟不跟我订婚 都是你这个贱人勾引的 林雨萌竟然敢这么嚣张 今天可要好好地叫嚣嚣 来人 把这个贱人给我按住 你 林雨萌 你敢这么对我 丁丁是不会给你治病的 你会死的 你也以为我不知道 我早就会死 你怎么知道的 既然你这么喜欢高颖男人 那今天 我就让云城所有男人 都看看你浪荡的样子 你看看什么 再快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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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裁已经是最快了 放开我 你干什么 丁丁 别看我 别敢费力气 好好想 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我妈咪 我能是谁呢 原来是这两个小杂种 那就让你们好好看 你们的妈 到底有多吓人 欺负我妈咪 给我上 妈咪 你没事吧 没事啊宝贝 妈咪 以后我来保护你 当当 这样太危险了 妈咪会担心的 妈咪 你别担心 我会保护妹妹的 好 孟总 你慢点 慢点 你们丑人打我 我要告诉墨爷 墨爷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是吗 那我就拭目以待咯 墨爷 墨爷来给我撑腰了 你们死定了 墨爷 你没事吧 我 我没事 看到没有 爹地来是来为妈咪的 被打的是我 你为什么要关心墨爷 墨爷 我都被砸成什么样了 叮叮噹噹不会随便 墨爷 你怎么听这两个小杂种说话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叫林烟来同学会就是为了欺负灵爷 墨爷 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我怎么可能会欺负姐姐呢 我没有 丁丁早就跟我说过 你办这场同学会的梦 就是为了欺负灵爷 我真的没有 爹地 妈咪的胳膊受伤了 啊 啊 啊 白总 这点小伤没关系的 玉桐 啊啊 莫颜 呃 绿莎 你给我等着 啊 小杂种 你要干什么 把优牌还给我 拿着这个优牌 就想让我妈咪难堪 做梦 你不是想让大家看到 优牌里面的内容吗 我如你所愿 你要干什么 自然是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才是小三 你才是破坏爹地妈咪的坏女人 你想杂种 你再乱说 我打死你 打我 我可以救你 也可以废了你 不信你 试试 妹妹 你可以行动了 哥哥 都准备好了 我要让整个云城的人都知道 谁才是 勾引别人 老公的小三 你们以为这样就能让裴莫颜 知道真相吗 太天真 裴总 你不必这样 我自己可以的 你别动 你就不怕 你未婚妻误会吗 我会处理好她了 现在我只是想 尊重我内心的想法 莫颜 莫颜 你说你最爱的人只有我 你怎么都会被诺言 我现在只相信自己的感觉 你不是我找的人 你一定会后悔的 死到临头还嘴硬 当当你快让她看看 跟爹地相爱的人 到底是谁 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爹地和妈咪是最爱的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记忆里那个人是羽毛 肯定就在我身边 我却靠近了另一个女人 你们 我付出了这么多 我竟然想背叛你 莫颜 我知道 你最近被林烟蛊惑 迷失了初心 但是没关系 我可以原谅你 从今以后 我们好好过日子 好不好 玉毛 说不得 过几天我们就结婚 我很想靠近林烟 可是我不能对不起羽毛 就这样吧 终究是一面无分 裴莫颜 你真的要跟她结婚吗 以后我们还是保持距离 我的妻子 只能是羽毛 既然如此 你为什么三番两次地来招惹我 明明我已经对你死心了 你为什么 总是在我要放弃的时候出现 让我慢慢沦陷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对不起 林小姐 让你误会了 还有一个误会 是我不该相信 我不该对你抱有任何幻想 是我太傻了 我早就知道 丁丁动了我幽盘的内容 刚才不过是演戏给你们看吧 林烟 你彻底地输了 林烟这个贱人 贼汉捉紫 竟然还敢在原配面前晃一 这下全城的人都知道 她是小三了 要是我呀 恨不得撞墙而死 对啊 妈咪你别伤心 还有我和哥哥呢 我们不要爹地了 妈咪我错了 以后再也不找爹地了 爹地已经死了 他不配做我们的爹地 林小姐 如果是我让你误会的话 我可以补偿你 你想要什么都可以 我要的不是赔偿 除了赔偿我给不了你任何东西 我马上就和雨萌完婚了 一皇 请您和孩子 不要来打扰我们的生意 我打扰你的生活 真可笑 我竟然在同一个男人身上 跌倒了两次 两次 够了 裴墨也 你不要再装了 是我挨了巴掌 忘了头 从此以后 你我脚归墙 路归路 婚丧嫁娶 互不相干 愿无岁月可白头 从此天涯 陌路人 还莫言 从今以后 你我再无瓜葛 妈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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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模糊不咒 莫言 这个是我陪家 女儿媳妇的祖传御装 快 现在 你是我老婆 莫言 莫言 我想家了 我想家了 这句话我听腻了 别碰我 我信 太好了 爹地想起来了 莫言真的想起来 但我欺骗她的事情就暴露了 谁还听完了 这个手桌是我奶奶给我的 她怎么会在你这儿 裴墨言 你不要再装了 莫言 爹地 你太让我失望了 哼 我不要你了 对 我们要换新爹地 你没事吧 没事 宝贝们 咱们回家 嗯 知悔气 赶紧走 你们才走远点 看到你们才是真正的悔气 你 我奶奶的玉珠为什么会在林妍那儿 那是林妍抢走的 从小她就横行霸道 我也不敢抢回来 是啊 林妍一直都是这样的人 嚣张跋扈的 可让我们羽萌啊 吃了不少苦 裴总 你跟羽萌的相爱过往 我们都看到了 可不能辜负羽萌啊 对啊裴总 你准备什么时候和羽萌结婚呢 大屏幕里的都是林妍吗 可为什么我的脑海里全是林妍 莫言 你刚才 该不会只是说说而已吧 等我忙完这段时间 我就筹备婚礼 后天结婚 妈 这件事您就别管了 全云城的人都知道 你和羽萌相爱 你还要让羽萌等啊 我们陪一家的颜面何在 妈妈 羽萌 你放心 你是我认定的儿媳 你如果不跟羽萌结婚的话 我就死给你 知道了 我说你不äd心 你不能够 你平衡 我 你不股 你不股 我股 你也不股 我股 我股 你说我股 你 我股 哇 你们就是舅舅嘛 真帅 对了 大姨呢 他怎么没有一块过来 我妈 我妈她去世了 没多之前啊 还放不下你 我们都知道你这些年受了很多苦 你放心 事情我们都会调查清楚 如果诬陷你那件事真的跟裴莫言有关的话 我们都会是你听 帅舅舅 你能别听那个晦气男人了吗 我带你们回家 我家里有很多好吃的 晚安 舅舅带你回家好不好 好 走了哦 走吧 妹妹 你就住这儿啊 这也太委屈了 你快上楼去收拾东西 咱们搬到大别墅里住 不用了 哥哥 住这儿挺好的 你可是我们的小公主 怎么能受这种委屈呢 明天我就派人把这里好好收拾一番 可不要拒绝哦 好 吴总 陪氏负责任已经到了 您看 知道了 马上回去 陪氏咱要来谈合作 我都要看 她有多大的能耐 大哥 二哥 你们放心去忙 我来陪妹妹 你们谁都不用陪我啊 思雨 你先去带着爷爷和孩子们买点礼物 过几天就是孩子们的生日了 保证完成任务 来 走喽 寄买礼物了 我们走 舅舅拜拜 舅舅 当当想要买好看的小鸡鱼 没问题 咱们走 来 来 妈咪 妈咪 来 我冰准 为什么我的心里会这么难受 难道我 每天来夏天登场 看你把头发流畅 没能见识你煮汤 回来出发 谢谢哥哥 妹妹 过去的事都过去了 我希望你往前看 嗯 我明白 走吧 哥去给你买身新衣服 咱们换个心情 妈咪快走 我们去买好看的衣服 走吧 走 慢点 这件礼服真好看 礼服好好看呀 哪来的熊孩子 会不会你陪得起吗 你怎么说话呢 我说的是事实 买不起赶紧滚 你们店门槛还真是你 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 你这种过河拆桥的人都能来 我为什么不能 谁过河拆桥了 要不是我哥哥出手致命 你早死八百次了 你的小严主说什么呢 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好大的胆子 林云 你还真是好手段 这才多久就要勾搭上新的男人 我妈咪才没有 整个云城都知道 我妈咪就是最不要脸的人 你给我闭嘴 谁不知道你更不要脸 自己姐夫 我可没有请陪莫言 是莫言自己喜欢我 可能就是看我比姐姐年轻 你脸都丑成这样了 还年轻 真不知道 扎爹怎么那么咽瞎 竟然看上了你 妹妹 你别这么说 爹地心里只有妈妈一个人 你所谓的爹地 明天就要和我结婚了 他的心里只有我一个人 什么 白莫言 你偏偏选择明天几乎 那是我生下叮叮当当的日子 你真的好狠心 我爹地才不可能跟你结婚呢 怎么 不信 那明天你们可要睁大眼睛 好好看清楚 姐姐别是不敢来吧 没有什么不敢 那我和莫言明天就等着你 你放心 我们一定准时到 那我明天就等着你来 哥哥 我为什么要替妈妈答应 生活总要往前看嘛 要勇敢面对过去 当然是去看爹地的笑话 丁丁说的对 我对裴莫言 已经不再抱有任何幻想 这次去她的婚礼 也算是对过去彻底告别吧 用不用我陪着你 没事 我自己可以的 舅舅 你放心 我和哥哥会保护好妈咪的 我来参加裴莫言的婚礼 心里还真有些不舒服 难道 不会的 我对她已经没有感情了 妈咪 你别这个表情 今天可是你的主场了 什么我的主场啊 今天 是裴莫言 和李雨萌的主场 妈咪 你要昂首挺胸 把爹地抢回来 你别乱说 这样会让人误会的 误会什么 没什么 你今天怎么过来 当然是你未婚妻邀请我来的 不然我怎么会在这里 看来爹地还是喜欢妈咪的 要撮合一下 姐姐来了 想必也是来祝福我和莫言了吧 是啊 我祝你们新婚快乐百年好喝 那就谢姐姐吉言了 莫言 客人还在等着我们 我们先走吧 莫言 你竟然来了 我不送你一份大礼可说不过去 宝贝们 饿不饿 带你们去找点好吃的 走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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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好撤好撤好 撤好撤好 自己撤好自己啊 来了来了来了 好好好 哎呀 你们也来了 来来来来来 来 莫言 我警告 今天是你妹妹的订婚宴 你最好别在这找事 死丫头 你敢搅乱我们家羽萌的好事 我叫你吃不了兜着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哟 好大的口气 一会我看你还能不能笑得出来 七年前林燕跟野男人私奔 如今又大闹订婚宴 该不会又想勾引陪子女吧 真是看不出来啊 林燕竟然是这种人 不过这林家 良女抢一个奶 可有好戏看了 你听听 你唱唱 这都是你一份的好事 姐姐 你怎么能推爸爸呢 别在这盘亲戚 我妈只有我一个女 你居然敢这么说我 我们林家的脸 都把你丢尽了 当初我妈尸骨未寒 你就把这个狐狸精驱进我 我哪里比得上你啊 你怎么说话呢 爸 林消消气 我没事 这个贱 简直打你平道 你和这个狐狸精在这儿勾三搭四 你还有资格说我 姐姐 我喜欢的人你都要抢走 现在更是你自己 你为什么就是见不得我幸福呢 李雨萌 你这个演技 不去做演员真是可惜了 你 雨萌 你别怕 你是我认定的儿媳妇 没有人 能欺负得了你 还不赶快 把这个勾三搭四的女人 给我赶出去 妈 你别这样 我怎么样了呀 雨萌才是你的妻子 这个女人 和野男人不清不楚 还生下野楚 你竟然还护着她 七年前我没有和野男人私奔 是有人敢做不敢当 李雨萌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 林小姐 七年前我们究竟发生了什么 沐妍 姐姐当年和野男人私奔 七年前可是轰动了整个云城 在座的各位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不信 你可以问我 是啊 林一言当初跟人私奔真是把林家的女人丢尽了 就是啊 跟人私奔不够 还敢供应自己的妹夫 这种人怎么不去死啊 难道他真的是 莫言 你好好和雨萌完婚 像这个贱人 就应该被赶 待会附加三公子要来 可别让他们看了笑话 是啊莫言 既然姐姐不想祝福我们 那不如就让她走吧 快来人 把他们给我赶出去 你们好大的胆子 竟敢欺负我妈咪 小杂种 你给我闭嘴 快滚 灯灯 你们竟敢欺负我妹妹和妈咪 我要你们好看 没事吧 灯灯 妈妈给你做主啊 你都自身难保了 还想护着这个小贱人 真是高兴 那我能不能做主 又是她 看来他们的关系真的不一般 那不是富士的小公子 傅思远吗 她带这么多礼物来 是来送贺礼的吗 我并未听说富士跟排斥有交集啊 那还用说嘛 今儿可是我家女儿的结婚日 那肯定是来送贺礼的呀 玉萌啊 我看 芭城是来给你送贺礼的 我 可是我不认识她呀 哎呀 你个傻丫头 就凭你这相貌 在云城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 说不定是慕名而来的 之国呀 咱们家女儿多长脸呢 那小副总都亲次来送贺礼了 玉萌啊 赶紧过去 别让小副总等太久了 爸说的是 我这就去 我要让云城所有人都知道 今天我林雨萌到底有多疯狂 想不到这小副总竟然这么喜欢我 珠宝和礼服都是我最喜欢的 谢谢小副总 那些礼物我很喜欢 这些礼物跟你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跟我没有关系 难道跟你这黄脸婆的妈有关系 这都是送给我妈咪的 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 真是搞笑 是 堂堂小夫公做这么奢华的礼物 给这个带孩子的广妇 真是笑死人了 这些东西都是给我 这些礼物要是给你的 我林雨萌倒立吃屎 揭秀真相的时刻到了 这些礼物是送给林妍的 这些礼物是送给林妍的 什么大家都睁大眼睛看清楚 穿着裙子是怎么道理吃屎的 你个小剑人你给我闭嘴 怎么敢说不敢做呀 你们林家就交出来这样的好女儿啊 是啊小副总真是送给林妍的 我还以为是给林雨萌的呢 你没看吗林雨萌都快气死了 刚才还说自己道理吃屎 小副总你是不是搞错了呀 林妍这种不简点的女人 还带了两个小杂种 你怎么能给她送林啊 我不给她送难道给你送啊 像你这种没有素质的人 我跟你说一句话都感到恶心 你 我知道了 你就是七年前跟林妍私奔的那个野男人吧 怪不得你这么护着她 傅家好歹也是豪门世家啊 哼 怎么能生出来你这种人呢 你说现在这是什么事的 啊 狗男女不敢这么胆大抱歉了吗 林雨萌 你数脸谱的吧 变脸这么快 你敢说她不是你的野男人 难道她真是和林烟出国的那个男人 可是我为何如此行动 难道我对林烟 她不是 她是我 她是你什么 你怎么不说了 我看啊 你还是心虚 给我闭嘴啊 再敢欺负颜颜 我让你吃不了冬日子 大家快来听听啊 这都叫的这么亲密了 还说你们俩没事 谁信呢 你爱信不信 我跟你说 你已经被赶出林家了 现在赶紧困 就是 看着你我就觉得晦气 还好意思来婚礼 我呸 如果不是林雨萌喊我 我压根就不会来 不过 裴总才是这里的主人 如果要赶我走的话 得裴总亲自说 莫言 姐姐摆明了就是想破坏咱们的婚业 你就让她走 是你污染人在先 况且来者是客 我裴家还没那么小气 莫言 雨萌是你以后的妻子 你应该站在她这边 怎么能替外人说话呢 妈 我帮你不帮亲 好一个帮你不帮亲 七年前你伤害炎炎的事 我好好跟你算 七年前我欺负林炎 算了 没必要再说了 我们走吧 七年前我究竟发生了什么 放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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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大老傅元香 还有投资天才傅元舟 他灭来了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能看到傅家三公子齐聚一堂 燕燕你没事吧 没事 孟爷你没事吧 没事 好啊林炎 你果然这么不要脸 没想到你不止高引一个男人 居然还高引了兄弟三个 我看你是心脏 看什么都脏 燕燕才不会像你一样 不知羞耻 哼 别仗着你是富家公子 就可以欺负我女儿 龙生龙凤生凤 老鼠的儿子会打动 怪不得林雨蒙这么不要脸 你说什么呢你 是不是胡说 你心里最清楚 我不许你们这么说我吗 这里不欢迎你们 你们马上给我滚 你以为我们西汉这里 我警告你 赶紧带着你这两个孽种给我走 林家不欢迎你 阿蜜 这辈子最惠奇的事情 就是收在了林家 你你你你 你个小兔崽子 看我把他打你我 滚 敢动他我弄死 大家快来看哪 富家打人了呀 你们都来看看 这是什么人哪 打的就是你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当年你是怎么欺负妍妍妍和孩子们的 哼现在你要是再敢动他们一根毫毛 我就把你们赶出运城 这孩子到底是你们三个哪一个的呀 不得不说 还是姐姐会玩啊 为了寻找靠山出卖身体 还一找就找兄弟三个 闭嘴 莫衍你说我干嘛 我只是实话实说嘛 我 他们是寻找靠山的 莫衍你竟然这么想我 是又如何 有些人的承诺 不过就是说说而已 你会不会一直对我这么好啊 放心 我会做你一辈子的靠山 你不配当我爹地 莫衍 我们走吧 赶紧走 别毁了我的婚宴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他您和我长得像 说话神态也真像 难道他 这小孩 跟裴总说话言行一模一样 这该不会是裴总的孩子吧 那这么说 林烟七年前 都叮叮咚当当真的是我的孩子 这孩子长得叙尸和莫衍有点像 那是莫衍肯定不会和那种牛有瓜葛的 闭嘴 他们怎么可能是莫衍的孩子 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给你们家当牛做吗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你心里最清楚 我们走 他说的给我们家当牛做马是什么意思 莫衍 写着他已经胡言乱语了 我没问你 还能是什么意思 传言我脾气太差 以后是个恶婆婆 赶紧的 订婚仪式 继续 羽毛 这是我裴家的传家御坠 今天就交给你了 这是什么 我奶奶送给未来孙媳妇的 现在是你的 这个吊坠是裴家族传的 把奶奶她随便倒了跟羽毛手里 莫衍你 莫衍你 这个吊坠 是要有裴家子嗣以后才有资格继承的 现在又不是时候 你们结婚以后 这不是早晚的事情吗 妈 今天这个日子不合适 我会让牧助理再挑一个日子 我公赛有事 先走了 小姐 小姐 爷爷 跟我们回家吧 是啊 哥哥们不忍心你们受委屈 你喜欢什么衣服 哥把商场买下来送你 爷爷 想吃什么 大哥带你去啊 不用了哥哥们 你们快忙去吧 三位舅舅你们放心 我会照顾好妈咪的 还有我 真乖 那过两天 舅舅带你去大餐好不好 好呀 跟舅舅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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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七年前的事调查清楚 是 是裴总 裴总有空 还是多去关心一下自己的未婚妻吧 免得被人误会 裴总你听不懂人话吗 七年前的事我会调查清楚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林小姐我们之间可能有什么误会 请你给我个机会解释 我 别打扰爹爹爹和妈咪 好啊 那我给你个机会解释 先上车吧 我送你们回家 裴总 车到了 让叮叮当当先上车 谢谢爹爹 走吧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不行 我得做点什么呀 不行 我得做点什么呀 裴总 裴总和林小姐抱在一起了 这次裴总肯定高兴 我这个月工资估计能涨一涨了 你怎么开的车 裴总 都是我不好 我多注意 裴总 裴总 就送到这儿吧 爹爹都送到门口了 你就进去吃个饭吧 等等 走 爹爹你先坐 我这就给你去拿果汁 这可是我妈咪最爱喝的果汁 这芒果汁也是我最爱喝的 妈咪 你快让爹爹尝尝你的厨艺 粗茶淡饭入不了裴总的眼 凑合吃吧 林小姐谦虚了 你这些菜看起来挺不错的 妈咪的厨艺堪比大厨 爹爹你快吃 爹爹你快吃 喂 裴总刚才手下失误 把上等的牛肉烤成了上等海鲜 您看 送到林家来吧 爹爹送什么呀 我总不能白白吃你们的饭吧 送连海鲜过来 果然是爹爹 连我们海鲜过敏都不知道 他们也对海鲜过敏 你们也对海鲜过敏 还想做我们爹爹 你不配 我下次一定记得 吃饭吧 大可不必 大可不必 要是让别人知道 裴总在我们这里刷碗 那林雨萌不得把我吃了呀 哥哥 我为什么要这样帮家爹 他伤害妈咪有多事你不知道吗 那都是误会 而且妈咪很爱爹爹 他心里一直没放下 不可能 我的妈咪绝对不是恋爱呢 妈咪不是恋爱呢 是爱过爹爹 而且爱得很深 我只是不想让妈咪伤心 那我也不想让妈咪伤心 虽然我看不惯这爹 交给我吧 你 留下来给我讲故事 你不是不喜欢他吗 正因为不喜欢 才让他给我讲故事啊 我家的饭不是这么好吃的 给我走 那个我 他还设法 让波塔姆先生 雇佣了第四只海铃 这样海铃们干活的速度 就变得更快了 然后 就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去开心的游泳 好 好了故事讲完了 你这么讨厌我 为什么还让我给你讲故事 你抛弃妈咪和我们 不讨厌你才怪呢 抛弃 妈咪 我们也去卧室吧 我猜不去呢 我要去睡觉了 嗯 啊 妈咪你怎么了 怎么感觉头有点沉 该不会是肘凉了吧 我没事 妈咪走吧 我们一起去听爹地讲故事 嘿 什么叫抛弦 妈咪你和爹地要睡在一张床上 一张床上 我 我看其他小朋友的爹地妈咪 都是睡在一起啊 可是他不是你们俩的爹地啊 所以我们两个不能睡在一张床上 等以后给你们找到了爹地 咱们一家四口再睡在一张床上 好不好 妈咪你要是不跟爹地哄我们睡觉 我就不睡了 哎呀 要不就答应孩子吧 嗯 今天麻烦你了 你个人带孩子 也挺辛苦的吧 都是自己的孩子嘛 苦点也是应该的 喂 裴总 七年前的事情查到了 裴总先去忙吧 你突发乱了 啊啊 刚才我为什么会期待 难道说我对他 裴总 这是七年前的资料 七年前 林妍追过我 我拒绝了 知学告诉我 这个资料不是真的 我和林妍肯定不是这个关系 去调查一下丁丁和当当的身世 记住 这件事一定要保护 是裴总 开饭了 妈咪 爹地呢 当然是回他自己家了 妈咪 都那么晚了 你还让爹地一个人回去 太不安全了 太不安全了 你对裴莫衍的态度 怎么突然变了 你说 他给你什么好处了 什么好处也没有 我只是觉得 他做我爹地 也还 行吧 好了 你们快吃饭吧 你们快吃饭吧 说什么 好了 女儿别生气了 等林妍来了 好好收拾 都是林妍这个贱人 三番两次的勾引莫衍 害得我被莫衍训斥 再这样下去 我怕是要嫁不进裴家了 行 你必须要嫁给裴奖 要不然 我们林家就完了 都怪林妍那个贱人 要不是她 我们家雨萌 早就跟裴总结婚了 林妍如果敢断我的财路 就别怪我心狠熟了 我妈的荧物呢 姐姐想要荧物呀 自己来拿 怕你离这个本事 来得正好 跟你的剑妈一起死吧 来人 给我打死这两个孽畜 你们这群人渣 竟敢欺负我妈咪 还想霸占爹地 今天我就要 好好教训教训你们 帮妈咪出出气 别砸了我的自活 别砸了我的花瓶 这一千万别砸 别砸了 别砸 培总之前那个项目呢 我们接下来 陈妍你快来救我 我快被林妍打死了 会议暂停 去林家 会议时间 咱们另行通知 住手 莫言 你终于来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爹地 他们一下光骗我妈咪 还欺负他 莫言 他胡说 明明是他们来欺负我们 你看把家都砸成什么样子 来 什么 莫言 我是你未婚妻 我不许你关心林妍 她发烧了 我必须马上送她去医院 我不许 我不许 林小姐没事 只是有些发烧 您先去包夹一下背部的伤口吧 好 辛苦了 我怎么在这儿啊 是爹地送你来的 妈咪 爹地为了保护你 被坏女人伤了 她为了救我受伤了 妈咪 爹地真的很爱你的 你快去看看她吧 我这就去 爹地真的很关心妈咪 妹妹你就不要误会她了 这次算她有点良心 好了 裴总这腹部刀疤可是有点深的 看起她至少五年以上 可以考虑做个激光 以免增生 好 几年前 车祸的时候受得上 林小姐醒了 感觉怎么样 感觉没什么大碍了 还是需要多注意休息 看得出来 林小姐很关心老公啊 不开个单子 吐个三五天药就好了 她不是我老公 这么相爱 还说不是夫妻 我爹地和妈咪是最恩爱的 丁丁 你别胡说 走 回家 今天的午饭 看来是不用吃了 被你们这狗粮吃饱了 去看药吧 谢谢医生 今天谢谢你了 裴总 那我先带孩子们回家了 走 妈咪 你的身体还很屈弱 不如让爹地送我们回去 不用 快闪开 照顾好你媳妇 很危险的 你身体还很虚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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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以行 我送你回家吧 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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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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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总 我自己可以的 你先回去吧 你还很虚弱 医生说了 你要多注意休息 我去 给你做碗面 裴莫言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这么关心我 难道对我 做什么好吃的呢 番茄鸡蛋面 好香啊 是不是饿了 好吃吗 还是老公做的最好吃 比外面那些大厨强多了 好了 你出去待这儿吧 我为什么觉得 这也不这么熟悉 我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就做了份鸡蛋面 怎么了 是不合胃口吗 没有 我只是觉得 这个味道我很熟悉 我也觉得很熟悉 怎么可能不熟悉 这是你的拿手菜 你给我做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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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一会儿对我好 我 一会儿又要伤害我 我只是克制不住自己 想靠近你 你先出去吧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妹妹 妈咪的嘴情还真是坎坷 关键时刻 还得看我出手 哥哥 耳朵透过来 丁丁 爹地我肉了杯牛奶 真快 妈咪不好了 爹地不舒服了 你快去看看他吧 哦 莫言 怎么了 走 给看看 这也不发烧啊 看来没生病 别走 别离开我好不好 哦 爹地还是挺义的 爹地还是挺义的 妹妹还是你有办法 我也不想这样 但是 炸爹实在太废物了 我不想妈咪伤心而已 妹妹 你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其实你还是挺喜欢爹地的 我猜没有 妹妹 我们快走吧 别打扰爹地和妈咪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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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梦颜 你到底怎么了 别离开我 我好伤了 裴梦颜这是被下药了 刚才是丁丁叫我进来的 这药难道是丁丁下的 裴梦颜你冷静一点 啊 抱我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放我 放我 我会对你负责的 好 你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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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警告你啊 不许再挠我了 听到没有 听到没 你看我就挠 我就挠 我记忆中的女人是灵妍 我要找的是灵妍 你说实话 你是不是早就喜欢我了 我纠正一下 是你先扑倒的我 我 嗯 丁丁 爹地 我热了杯牛奶 多谢丁丁了 难道是丁丁给我牛奶里下药了 下药 不过还是得感谢丁丁 否则 我还不知道怎么抱得老婆龟呢 你别胡说 谁要做你老婆了 你要干什么 我想起来 我记忆中那个人是你 七年前那个人也是你 你想起来了 是什么意思啊 七年前我遭遇了车祸 失去了记忆 是灵异萌告诉我 是她一直在我身边 所以你不是故意冷漠 你是因为失忆了 七年前 我失去了记忆 这么多年 我一直在寻找办法找回记忆 我一直觉得我的心空了一块 直到现在 我才觉得我的心被填满 我竟然都不知道 以后啊 我们好好的 至于灵异萌 我不用转过她的 灵妍那个贱人 把我们灵家全都给毁了 哎呀 好了好了 你别生气了啊 当心气坏了身子 灵妍她凭什么 我还那么护着她 哎呀 我的女儿啊 你就不应该这么对莫言 想要对付灵妍那个贱人 还是要莫言出手 你要不要 跟莫言服个软啊 你妈说的对 你去给裴总道个歉 喂 莫言 都是我的错 我不该那么对姐姐 你给我个认错的机会 好啊 事实我让雷玉莫付出代价了 你好好休息 我已经让莫主理看过了 后天就是结婚的好日子 你什么都不用管 只需要妹妹的嫁给我就好了 谁说要嫁给你了 我会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是我的妻子 我会守护你一辈子 莫言 都是我不好 但姐姐砸了凌家也确实不对 你可要替我做主啊 为你做主 那谁为灵言做主 莫言 你什么意思 七年前和我在一起的女人 真的是你吗 不是我 还能有谁啊 莫言 你到底怎么了 是不是姐姐跟你说了什么 你骗了我这么多 是你害我误会了灵言 到现在你还要跟我撒谎 你恢复起 莫言 我真的只是太爱你了 你要为你做的事必须代价 换我出去 我不要 莫言 让他把牢底做穿 你就是等到爹地和妈咪的婚礼了 我太激动了 希望爹地对妈咪以后好一点 否则我可饶不了他 妹妹 爹地会对我们和妈咪好的 走 我们去教堂 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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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真好看 妈 爷爷 这是祖传的吊坠 之前是我不好 你原谅我吧 妈 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真好看 爷爷 怎么了 妈 当当被林玉蒙绑架了 我来不及给你解释了 我先过去了 哎 孟爷当当被林玉蒙绑架了 爷爷他一个人去 你快陪人去呀 我担心 啊你放心 爷爷一定会没事的 死 啊 等等 孟爷你终于来了 你担心 你担心 你一定不能有事 孟爷 妈咪 爹地很危险 必须尽快救治 夫人请放心 我这就把裴总送到医院 裴总肯定会没事的 快去 快去 孟爷 你肯定会没事的 孟爷 你快点醒过来好不好 哥哥哥 爹地会没事的对吗 他服大命的 肯定会没事的 孟爷 你醒了 你吓死我了 你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 啊 我没事 慢点 啊 好了好了 对不起 以后我再也不会让你担心了 嗯 哥哥我们走吧 你今天真的很漂亮 就你最甜 妈咪最美 妈咪是世界上最好看的新娘 爹地到你了 爷爷 我想把我的一生就交给你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的这一天真的等很久了 婚礼圆满完成 现在请新郎亲吻你的新娘 我们下来的一天 是什么 节目 我们下来的这一天 我们下来的教组 我们下来的这一天